来 我们来请教爱丽丝老师 老师 什么样星座的人 他年纪越大 越懂得找到自己的路 好 我们马上从来宾 以及观众朋友 影星盘里面的太阳水星 以及上升这三个位置 来看看哪些星座的人 年纪越大越会找到自己的路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上榜第三名是 太阳水星上升 落在我们天平座的朋友 我们的明川老师 上升也是天平 然后艾比是天平座 所以我们两位都有上榜 属于早年随性 晚年奋斗 可能我们在早年的时候 会比较专注在我们的颜值提升 然后它的专业形象 可是晚年以后 这个蛋白聚糖 是内在也要蛋白聚糖 所以它除了很紧实 扎扎实的集中火力以外 它所谓的晚年奋斗 就是说早年我们喜欢吃火锅店 就会不敢开 不敢冒险 他们属于说早年比较年轻 就想说经验不是这么足 所以不太敢轻易的冒险 说开就开 但是它会怂恿旁边的人去开 或者是说它喜欢吃火锅 或是觉得对服饰很有研究 对美的这个行业 它是时尚的潮流 但是它就比较不敢冲动行事 但是晚年以后 我们都知道天平最厉害的 就是什么呢 它独特独有的交际手腕 所以一旦到了晚年之后 我们的这种人际往来 交际应酬是越来越成熟 而且人脉已经不像早年这样子 就是好像什么样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交 可是晚年它开始会帮自己 做一些筛选一些过滤 什么是合作伙伴 所以最厉害的就是天平座呢 会去call很多很多的人 或者是金主啊 朋友啊助理啊经纪人啊 来一起帮他经营他的事业 然后为他的梦想奋斗 所谓的晚年奋斗 是属于这样子的 对 很厉害 然后我们来看看 很懂得借力使力 没错没错懂得借力 他不需要 他可能花比较少的力气 或比较少的这个投资 可是他可以获得 最大的梦想的绩效 对 厉害在这 再来呢我们来看看 太阳水星上升在第二名呢 一样是我们摩羯上榜 我们摩羯座我们的佩怡姐 水星也是摩羯 所以两颗星星都是 那么Ivy上升也是摩羯 所以说摩羯座是属于呢 耐心经营等待时机 我们刚刚就说 摩羯座是这种一步一脚印的 其实摩羯座非常的可爱 他非常受到贵人的注目 就是说呢 他在早年年轻的时候呢 就是属于这种积极向上 然后一直都有一种 很乐观的精神 他可能早上啦 很辛苦的 要陪妈妈去菜市场 可能卖这些辛香料啦 可是中午呢 这个市场已经收摊了呢 又去下 又去上这个印刷厂的班 那下班之后 又去开发他这个保险客户 所以他不错过任何一个 可以让他向上发展的机会 所以他力还是在这边 所以呢就在他 这么耐心经营的时候呢 他一定可以等到贵人的赏赐 然后呢就扶他一把 让他能够更上一层的 所以呢他也是属于呢 越晚越早到自己出路的 这样子的类型 再来我们看看 太阳水星上升 都在第一名 就是我们天蝎座的朋友 天蝎 我们Ivy的水星天蝎 所以也是有上榜 早年辛苦大气完成 其实天蝎的事业心 一向都很强 野心格局都很大 那为什么早年会比较辛苦呢 其实应该是说 他的理想跟目标是很崇大 很崇高 他想做的事情很多 他的才能也都很大 但是通常在早年都比较会 有一点怀才不遇的感觉 因为天蝎特质比较强的朋友呢 他可能就是个性天生 就是比较深沉 比较深不可测 然后呢也不习惯去表达 他的喜怒哀乐 所以说可能呢 他虽然会很有商机的 他其实是有预知能力 预测能力 他都知道市场 接下来的发展是什么 但是可能当时市场不是很成熟 或者是人脉资源的不够 不足 所以让他有一种 怀才不遇的现象 但是晚年之后的大气完成 就是说呢 在他累积的这么多 这么多的金钱啊 实力啊 专业之后呢 他就会投资在自己身上 然后可以想去选择自己的 有兴趣的跟专业的领域去发展 所以属于这一种大气完成的类型 那以上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参考